到底什么仇什么怨 打个篮球就被打出一到十公分的红口子 这一道口子从上到下长度将近半张连 这件事绝对跟裁判少不了关系 据了解事后受害人拒绝私聊 将走正常法律程序 商人哲将向受害人赔偿66万 事情发生在广州野球场的一次比赛中 世兵中黑衣男子先是运球推进到前场后 直接抬肘撞到白衣男子 这个时裁判判罚为防守犯规 如果这时裁判判罚准确 绝对不会酿出后面的惨案 发球时黑衣男子队友做出挥肘动作 示意该男子直接轴上去 黑衣男子接球后 先是抬肘推了一下白衣男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解气 随后从上到下又找了一次 这一下白衣男子直接倒地不起 从照片来看白衣男子血流不止 出现了一到十公分伤痕 众多网友表示这哪是打球 这分明就是杀人 都是篮球爱好者何必要这样 做人看人品 打球更要有基本的球品 事后白衣男子表示不会死了 将走正常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 篮球场本该是阳光快乐的场地 本来就是一群热爱篮球的兄弟 在一起打球 出现这样的事情 绝对是所有人不愿看到的 相信该男子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希望球场上的裁判 更要做出准确的盘法